这经过了几个月 这又把这个围栏拦上了 然后又有什么这个车子 送了一些东西进来 然后里面又开了一个小房子 真不知道是要再装什么 到底是要建房子呢 还是整个花园呢 开工了 我们要拭目以待哦 看看具体要建什么 很好奇的咯 呵呵 开工咯 每天都开工咯 感觉像在建一个绿地 还是一个花园 反正没有打定机 应该不是盖房子 我的梦想咯 面对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笼罩 全球金融市场近日大跌 新加坡二月新私宅市场 却依然火热 价格连续两个月上升 还创下三年来最佳销售数据 根据新加坡市场重建局 最新发布数据 今年二月 共售出975个新私宅单位 环比上升 57.3% 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的二月销售数据 买新加坡房产没有公摊的面积 买公寓免费带停车位 不需要此外再买楼 新加坡的房子分三等 普通大众一般多住组屋 然后是公寓 最后是别墅 新加坡的治安非常的良好 所以有很多的中国人在这边买房产 新加坡大学宿舍的床位比较紧缺 中国留学生有一部分租住在这边的主屋 费用相对来说低一点600到800新币 有一部分租住在公寓里面2000块左右 雨天在工作 工人们很辛苦 这是雨天 这是汉街对吗 朋友们有知道他们到底在见什么吗 我很好奇呀 自开工以来每周都有大变化 都是不一样的一天哦 看一下 这就是工地 已经收工了 我们另一个角度看一下它 看看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一下 这边 另一个角度 夜景 在这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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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